国三生跌倒变坠楼王 真相精英麻吉一句话出示 监视器拍到江信国中生 匆忙跑去找校护 因为他的好友发生意外 不幸的是送医后 他的好友江信国三生 仍不幸生亡 这是这个礼拜一 发生在高雄岗山 嘉兴国中的意外 第一时间 警方和校方都以为 是他们在嬉戏时 好友跌倒撞到头 调查后案情大逆转 意外的原因 竟是因为他说的这句话 他和好友从小学五年级就同班 是麻吉 礼拜一下午下课时 两人到二楼的走廊聊天 他问完后低头喝水 突然听到碰一声 转头才发现好友不见了 他看到好友已倒卧在一楼的草坪 吓得冲去找校护帮忙 在第一时间 他没有说出好友坠楼的事实 区域上比较激动 而且那个心情上起伏比较不稳定 其实他是有好一段时间 是没有办法去言语 校方和警方还有好友的父母 都能体调他是被吓坏 才不敢说实话 动新闻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